創意失望網站 在2022年1月13號的時候 檢察官就已經確定起訴喔 然後一直到2024年4月10號 我們衛福部才引用這個第八條 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也讓這個犯罪的影像 多流通了818篇 部長 這個818篇 你知道這中間多了多少成千上萬的影片 多了多少的被害者 我跟我們講過 這個是有法律風險的啦 你知道因為你們的言辭 你知道讓多少人受害嗎 你不能講這是怠惰 真的是不得已的 請我們部長 希望帶領親自寫這個檢討報告 這些事情的施疑跟不滿 你們可以去走失望 他會跟各位提供 創意失望網站 這個部長應該知道吧 最近媒體上有在 對 我們衛福部 在4月10號的時候 有發函給訴發部 強制停止解析 也就是他們俗稱的邊調 那這一部分 經過3月19號 一審判決之後 也經過我們王玉銘委員 一再的催促 我們就 衛福部就發函給訴發部 判掉了這創意失望對不對 對 這個案件 創意失望這案件 後來我們了解 其實在最早的時候 在2020年9月30號 我們禁週刊 就有進行了專題的報導 那2021年初 我們前立委王婉銘 就接獲舉報 協助被害人撰寫 這個刑事告發狀 2022年檢察官就確定起訴 那到了2024年3月19號 一審定驗 2024年4月10號 衛福部發文書發部 強制停止解析 在2024年的4月10號 書發部在下午6點半 就立即執行了這個官網的動作 那表示這個事情 其實最早的時候 在2020年這個事情 就已經有媒體 有週刊把它爆發出來 那我請問一下 針對我們剛剛有問到 兒少性剝削防治條例第八條 就是發現犯罪嫌疑情勢的時候 就可以像4月10號 發函訴發部 強制停止解析 那居然法律授權 為什麼我們衛福部 不在檢察官起訴的時候 然後就變掉它 就強制停止解析 第一個 檢察官起訴的時候 是否要變掉 這是檢察官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檢察官本身是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那衛福部 可以不可以做這個 我們是可以做 但是我們原來有一個 施行細則第五到第七條 它有一些程序要走 那如果走這個程序的話 那時間就會拉得比較長 那所以在這一次 我們4月10號的話 我們是跳過那個 視野細則的程序 直接引用那個 第八條 就直接做 所以4月10號的時候 才引用第八條嗎 對不對 所以衛福部就可以 用第八條 來處理這件事情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在檢察官起訴的時候 就去做這個動作 部長 你看一下 黃紫嬌 這個多了兩年多 去買這個未成年的影片 在2022年1月13號的時候 檢察官就已經確定起訴 然後一直到2024年4月10號 一審過後 22天 好在我們立委委員 強制一再催促之下 我們衛福部才引用這個第八條 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也讓這個犯罪的影像 多流通了818天 部長 這個818天 你知道這中間 多了多少成千上萬的影片 多了多少的被害者 也讓被害者多受的傷害 818天 部長 我跟委員講過 這個是有法律風險的啦 不是說沒有風險 行政機關也有可能要為此而負責 報告部長 你知道 因為你們的延遲 怠惰 你知道讓多少人受害嗎 你不能講 這是怠惰 這個是不得已的 我還是負 就是 負了一個 這種風險的責任 去做這件事情的 這個可能會有 國家賠償的問題 所以 所以還是4月時候 還是用兒少防治剝削條例 第八條來做 那有關 衛福部 直至113年4月10號 才在國民黨立法委王毓民 在立法院質詢一再催促之下 才發函訴法部要求 創意施防 強制停止解析一事 我覺得這個衛福部 顯然自我設限 甚至我覺得有違法賭職之職 未能積極按照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治第八條規定 在知悉有犯罪嫌疑情勢之時 極限限制瀏覽或移除犯罪有關之網頁資料 而薛部長 亦難逃這個政治責任 我覺得衛福部這個消極的不作為 讓無數的這些影片 多了818天上架 流通買賣 這818天的衛福部的消極不作為 讓很多的女性醒不能寐 讓更多受害的孩童日夜錯棄 致台灣社會群情悲憤 所以薛部長你們真的要好好的檢討 那現在雖然在新舊總統交接之際 內閣看守 不代表我們政務可以失守 那也希望我們薛部長 針對疫苗採購案 巴西進口彈 蘇丹宏闖關 海開受虐致死 保齡茶室 創意私房等等的爭議之中 我覺得薛部長請你們 針對貴部這部分 失職 賭職 甚至行政 不積極作為等情勢 請我們部長 希望帶領親自寫這個檢討報告 我覺得才能回應 我們台灣社會 國人對這些事情的質疑跟不滿 可以去走私法 幫我提告